這裏就是曼谷市中心著名的四秘密神像 大家一見到我們講師神神佛佛 就知道又是我們講泰國拜神的時候 不過這次相對簡單 我們不用動用通尼大師 我臨到自己講 就好了 猶太國必拜四面神 講到曼谷四面佛 相信大家一定會想到這一座位於曼谷Grand High 旁邊Central World斜對面這個四面佛 可能沒有香港人不懂 每一天都吸引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信眾 和遊客前來參拜或祈禱 由於衛正在市中心 還在BTS附近 再加上傳聞非常靈驗 所以他亦都可以稱之為 香火最頂盛的四面佛之一 所以這裏由早到晚都是人頭湧湧的 你都在做 其實大家經常講四面佛 四面佛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正確說法應該是四面神 自對 他是源自於印度教、婆羅門教的神話 為主三神之一的梵天 所以亦稱為大梵天王 他是一個創造宇宙的神 在佛教經裡面 即是請釋迦牟尼 往世說法的護法天神 就是他 所以大家記得 要改口叫做四面神 在泰國信仰裡面 他是一個財富之神 亦都會保護信徒的平安 所以四面神 不單止在泰國多信眾 在香港、澳門和台灣 都一樣好紅、好受歡迎 不過我們講了這麼久 都未講怎麼拜 我想大家掃眼花筆 我現在教你拜 首先參拜之前 你要洗乾淨的手 四面神旁邊 有一個水盆 你用水來洗就可以了 接著參拜的時候 對正正門 開始計算順時針 每一面都要參拜 下四面 每一邊放一枝蠟燭 三枝香 一吋萬壽菊 順時針 大家記得 留意環保問題 香燭不能碰 拜完之後 回到盆上 其實是聖水來的 沙沙在盆頂上 記得走一下 雙手合十 莫拜四面神 拜神之道 至於環神又怎麼還呢 這件事就關你祈願的時候 你祈願的時候 都要說你如果達成願望之後 你怎樣去還這個願望 環神的時候 你可以買貢品來還 亦都可以請舞者和你一起跳舞 或者現在在畫面跳舞的 至於多少錢呢 你在買貢品那裡 價目標 告訴你多少錢 至於那些貢品是什麼呢 就是木匠 鮮花 那些 很簡單 泰國拜神 單身九福音 超靈驗泰國愛神 現在是星期四晚上的9點30分 周圍人頭湧湧 好像年少巴士那麼多人 到底他們在做什麼呢 大家都手撿紅玫瑰 紅蠟燭紅色香 原來是向愛神祈願 想找真愛 不用用劍的 記住星期四晚九點半來到 找我們愛神幫幫手就可以了 不過前提料在泰國 愛神廟其實就是位於 Central World的伊勢丹百貨 門口前面的活動廣場就是了 這一尊三面神 是印度教育中的始創者 大凡天 運作者 威斯盧 以及毀滅者濕婆神 方便你都不知道了 印度自古就將這三個神 合體稱之為 柏篤里木拉丁 因為它有為信徒帶來愛情的魔力 這裏被稱之為 愛神的神妙 附近還會有賣拜愛神的這些工品 很多小販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一份白天噴 玫瑰花 紅香 蠟燭 一支汽水 還有一張經文的 看不明白 台灣不緊要 記得問多多中文版 而且你只可以在星期四晚九點半 在三面神下飯的時候 牽上九支香 九支蠟燭 和九檔玫瑰花 拜祭它 這樣才是最美的 所以 算了 也不用多說了 自己懂得做 不過拜神可能只是方法之一 想要找到另一半 最重要是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才可以迎接到未來的伴侶 就是求神 好用的 記得要做好自己 拜拜